我是芋頭控 所以我選的是芋頭鮮奶 那那個鮮奶的感覺也不會說那種奶味很重 就密室在一起順順的很好喝 嗨大家好我是兔兔老師 今天來到台灣最南的屏東 現在非常熱好不好 有一段時間沒有來屏東 我記得以前屏東的樣子 唉唷那我今天來屏東做什麼 圖形門市員工健康知識測試 大家先 哈囉 來來來先不要都不要走 要考試 考健康知識 鮮奶茶 因為它是鮮奶做的 鮮奶啊 裡面它有那個豐富的蛋白質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礦物質是 鈣 可以幫助骨骼啊 不會讓那個骨骼鈣流失 然後骨密度會比較緊密一點 沒錯 鮮奶含有豐富的鈣質 鈣是人體含量最多的礦物質 其中對於骨骼牙齒血液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第一個骨骼鈣缺乏的時候容易造成骨質疏鬆 造成骨折 二 當牙齒鈣缺乏的時候呢 容易造成法郎質的損壞 第三個 血鈣 雖然只有僅僅占有1% 可是它濃度的恆定相當的重要 過高跟過低都會影響了身體的經營 全人在30歲以前的鈣含含量達到高峰 30歲之後會逐漸的降低 約60歲左右 相當於有50%的鈣會流失 像我們女生化化的時間又相當的更早 所以一般市售的產品以年長者與女性為出發點 我覺得是鮮奶耶 我覺得是豆漿 欸 Abi Abi來 這裡這裡Abi來 你覺得鮮奶跟豆漿 你覺得哪一個含蓋量會比較高一點 應該是鮮奶吧 鮮奶 好 你可以去忙你的了 再見 現在很多人都不喜歡喝鮮奶 或者是乳糖不耐症的人 往往都會選擇豆漿來攝取鈣質的來源 100毫升的牛奶呢 有100毫克的鈣 而豆漿卻只有15到30毫克的鈣 相對較低 那豆漿的部分 現在很多人攝取的時候 通常都會選擇含糖部分比較高 其實這個部分是我們要特別注意的 那其實我們平常可以攝取一些很多含鈣高的食材啊 像是黑芝麻 小魚乾還有芥蘭菜跟豆製品都是相當不錯的選擇喔 均衡飲食即便是天然的食材也要注意比較過量喔 今天我們談了這麼多攝取鈣的方式 那除了攝取這些鈣片以外 我們還有一個重要的來源 我知道 維生素滴 搶那麼快幹嘛 我先舉手的 好啦好啦好啦 維生素滴會影響到鈣質的吸收 那平常要怎麼攝取維生素滴 除了從這些保健食品取得以外 還有曬太陽 怎麼曬會曬了多久呢 可以看這支影片喔 這邊另外一支影片 我會不會很甜 如何如何 Breaking 它不會很甜 火龍果味的話 有出來 而且它的火龍果子unch 你喝不到 那那個先奶的 chociaż worker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